兄弟们好,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艺,吞过铁球练过气,火车倒上压过腿,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大美女,90后,她身高1米7多,长相甜美,身材一级棒 她就是模特出身的四川卢州妹子,口水妹儿,柚子 在正式的计算柚子拍短视频的收入之前,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截图是我用西瓜视频搜索柚子出来的一个画面 大家看一下我用红圈圈住的地方 柚子的视频播放量真的很高很高啊,几乎都达到了百万以上 好了,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柚子在平台的一个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137个视频,拥有粉丝37万优质美食领域创作者 柚子在短短的5个月,在今日投票西瓜视频这一个平台 西本30多万,单条视频的最高播放量超过了400万 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得不再提一次柚子的身材啊 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这是我随便打开柚子一条视频的评论区啊 一千多条评论,百分之九十以上 全部都是赞美她的颜值与身材的啊 她做的菜啊,几乎被无视了,我也是醉了啊 所以说柚子在短时间内全网粉丝过百万啊 与自身的先天优势有很大的关系啊 好的兄弟们,我们闲言手续,今天我们只算一下柚子在今日投票 发布短视频获得的一个收入 请大家一起给我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条数据啊,是我随机抽取了柚子十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三百七十五万 然后我们拿三百七十五万除以十 就能得出柚子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三十七万左右 我们知道啊,柚子的视频是原创视频 但它并不是独家播放的作者 所以说它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大概是在三十元到五十元之间 今天我们就取一个中间值,按照四十元来计算它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三十七万的播放 乘以它万次播放摊价的四十元 大概就能得出柚子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在一千五左右 然后柚子的更新频率是日更 一个月大概能更新出三十条视频左右 所以我们拿一千五乘以三十就能得出柚子 一个月拍短视频的税前收益大概在四万五左右 然后再扣掉百分之二十的税还能剩下三万六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三万六乘以十二个月 就能得出柚子在今日头条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 大概是四十三万多一点点 这个四十三万只是柚子在今日头条这一个平台发布短视频的收益 我再重复一遍啊 这个四十三万只是柚子在今日头条这一个平台发布短视频的收益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说把柚子线上线下所有的平台做活动 直播卖货代言等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 它粘入百万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啊 又高又漂亮身材又好又多金 妥妥的小富婆一个呀 视频的最后啊 我们祝柚子越来越漂亮 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开心 同时啊 一定要听粉丝朋友的话 一定要注意休息 一个小姑娘 别的猛忙 身体最重要啊 也祝柚子在短视频领域一帆风顺 前程似锦 好了兄弟们我是小龙啊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就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下次我们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龙 再见 谢谢大家